有哪一對父母不著緊子女的學業 Vince在子女2、3歲的時候 並沒有打算安排他們讀學前班 回幼稚園 而是在家教育 他研究過不同的教育方式 認為這個方法是最好 小朋友未準備好 你讓他做其實他很辛苦 小朋友很辛苦 你會看到他哭 他會有很多情緒 他可能睡覺又不好 有些行為你會覺得他倒退了 所以我們寧願延遲 不是在所謂三歲就入學 而是我們覺得小朋友準備好 才讓他入學 寧願拆班 他的安全感夠 其實他學習又會好一些 他投入感又會高一些 整個情緒又會正面一些 其實對大家都是好 Vince做過全職媽媽 在家中親自教授子女知識 看看書去博物館 透過生活輕鬆學習 兼培養親子關係 我的小朋友很喜歡看書 所以一起床 他吃完東西 他很自然就會要去看書 他每次起床都會看書 到現在都是 看完一輪書之後 吃完下午飯 通常就會跟他外面 戶外的活動 不少父母都會重視 子女的語言發展 平時跟子女對話 用盡兩文三語 但Vince並沒有這樣做 我自己很相信母語 我覺得母語的學習 對她的學習是最好的 所以由她出生到現在 我只是跟她說母語 是個別她有些英文 她問起 我會讀那個英文 如果不是 我一定是用母語 跟她溝通 因為我覺得母語 學會了之後 其他語言的學習 會強化 Vince在家教育 會跟子女一起做小手工 她認為 只要子女對學習產生興趣 根本不會怕上學 作為父母 有責任引導子女享受學習 而不是讓子女覺得上學很辛苦 由我小朋友出生那一刻 我開始想他的教育的時候 我就發現 原來我不想他走我的路 以往就是正常地入學 然後就讀書 然後考會考 然後經歷大學 我覺得尤其是中學 那個學習的歷程 其實是很痛苦的 Vince認為 要對子女有信心 只要他們有學習能力 就算多難的事 他們都會學會 家長就不用怕子女 會輸在起跑線了